市長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一下市長 市長請 市長你好 市長你好 這個請問你喔 這個幾個簡單問題的檢查就可以了 自裁犬是不是已經確定可以納入五次的章程會 基本上應該是這樣子 確定了嗎 你要不要稍微講一下台灣的商標 在大陸或者專利 這個被冒用的情況有多嚴重 要不要稍微的敘述一下 這點剛剛很抱歉 因為我沒有督管制裁局 所以平常這個資料我不一定有 但是印象當中沒有嗎 應該有很多 我們一般都如何 因為這個連國際都關心 我們過去是怎麼處理的 這部分 打官司嗎 還是什麼的 發現到我們的廠商 我們的廠商發現到 被那個怎麼處理 尤其是這個慈民商標 這個 智慧局經常在兩岸之間 有機會談的時候 我們一直表達我們很多 台灣這個 比方說阿里山茶 或者什麼之類的 就被盜用 這個問題 我請問你齁 我們要不要讓我們老百姓知道更清楚的picture 就是說假如兩岸簽訂了 制裁局 制裁權的相關協定 會 是說以後他們 他們被我們抓 還是我們可以怕人去抓 還是什麼東西 這要不要稍微講一下 首先當然是對這個權力的認定 後面抓的部分可能是還要後續協商 我們智慧財產權分很多種 製造業比較多的 科技業比較多 是從專利角度 但是在商標 那個是反而是在這個 一般的民眾認知的品牌 或者甚至文創產業 比較在乎的是那一邊 所以其實現在比較 甚至於業者比較在乎的 反而是在我後面講的這些商標 或者其他的智慧財 那個著作權之類的 這個反而比較不好談 好我們再確定一下 那下一次的第三次的 ECFA協商的部分 金融產業是不是放進來 在裡面 這個你可以回答嗎 我不太曉得 這個部分是不是 金融應該是 金融會不會掌握 金融會不會掌握在這裡 金融會不會掌握 金融會不會掌握 金融會掌握可以掌握嗎 金融會掌握可以掌握嗎 這樣子啦 那個 不排除 我們會 沒有不排除啦 你已經講那麼確定了 當初一定要是沒有排進來 說本來就沒有排進來 那麼事實上 本來就一直在協商當中 金融會就後來他們 有做說明嘛 就跟對岸一直在協商當中 只不過這一次啊 本來就沒有談 但是第三次確定要談 第三次在大陸不知道什麼地方 這應該是確定的 現在海際海鞋在聯繫這個開會的事情 大概什麼時候談 第三次 我看應該是在這個月之內一定會談 所以你親在共共你不了解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月這個月這個月 沒有親在共這個月就在大陸 點頭沒有錯啦 在大陸 第二次在台灣 第二次在大陸 大陸什麼地方 你知道 大陸北京以外的地方 OK 好 那麼 這裡面馬總統最近接受專訪特別提到 台灣要重新來建構經貿的營運特區 這個你要不要講一下 這是你的管區啦 經貿特區現在是什麼構想有沒有 這個案子當然是 目前經濟會在規劃 以前就在之前加工出口區有做部分的規劃 主要是吸引台商回來 吸引台商回流 那我們現在最主要是吸引什麼樣的產業 在台灣做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我們不太可能去吸引那種非常大量保護 我請教你齁 現在我們的稅率已經要降為17了 所以經貿特區稅大概就是17 不可能再降了 我認為是這樣 就是17了嘛 所以全台灣都可以當經貿特區了 所以到經貿特區跟非經貿特區最重要區別在哪裡 過去有稅不一樣現在有什麼不一樣的 對除了稅不一樣之外 當然它的 它有沒有靠近港口 因為這個經貿特區 講起來它跟加工出口概念已經不同了 它已經是全球 從製造加商物流 簡單的這麼說 大概是有 所以它必須在 某些特定的海空 港附近 這樣就沒有特區的概念啦 我請教你齁 因為今天有提到了齁 說外勞要跟基本公司脫鉤 這個事情 就不一樣了 就區內區外就不一樣了 區外一定要維持基本公司 區內它就可以脫鉤 這個就不一樣了 請教你 這個方向正確嗎 是不是有經濟部這樣在規劃呢 有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規劃在 目前是在經驗會 所以你也不知道 對這個部分 不是很清楚 在經濟部表達立場 就是說請問你經濟部立場 即便他們規劃 你贊不贊同 贊不贊同 特區的概念 所謂特區就跟別人不一樣 它一定是租稅比較低 租稅現在大家都降了 不可能再降了 對不對 要不然就是公司方面 若干的東西 要不然就其他的東西 你想港口 那個東西也不算什麼太 表不及的東西啊 我想外勞的問題 除了薪資之外 就是對於這個外勞的使用跟進出 有沒有比較方便 這方面是一個業者比較在乎的事情 所以是不是有很低的工資 我不太確定這個案子的方向 最後一個 我看你這樣不太了解了 最後一個問題 跟今天比較更有關係的 EGFA方面 EGFA應該是你應該很清楚了 到底台灣現在早收清單有幾項 你可能不知道 幾項 有大概將近700項 包括東協跟中國協定稅率 影響的400多項 內需商機有229項 潛力類的產品有19項 假如真的能夠cover 應該是cover這些 這些加起來是687項 這一份的資料 基本上就是當初你們委託中經院做的 他們的資料是687 應該就是你們的上限在爭取最多的項目 當然能夠爭取多少 算多少 所以第一類 就是已經受到東協跟中國協定稅率影響的 有439項 內需商機的產品有229項 以及潛力類的產品有19項 我想這些你同意吧 這些分類我聽過 這些分類我聽過 不是因為這個是談判中的這個 好那不然你講最後一點吧 你今天來這裡報告 最主要希望能夠多開放哪一項 跟我們講一下吧 不是我們今天最主要針對去年6月30號 已經准許入資來台投資的這個辦法 我們希望這個辦法 這個辦法其實如果它是法律授權的話 它其實行政命令已經通過了 到現在為止 你從那時候到現在中國大陸的中資進來 總共多少錢 22.2億 39件 你滿意嗎 我們大概還可以再成長 22億啊我告訴你 你應該很大聲講 非常不滿意啊 這麼少 總共幾件 39件 39件 一件都不到1萬台幣耶 不是美金耶 對不對 問題出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你們關卡太多 你開放的項目 連自己人都不要投資 你這個等於 冷掉了收掉了 人家當然也不要 所以 What is the next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東西 目前 要不要 盡力不開放 要不要 這個看時機會 我們會繼續檢討 方向應該繼續開放吧 應該會繼續檢討 對啊 你這個開放都是 人家收掉了 人家當然不要來嘛 平均一件不到1億 這個東西啊 這太離譜了 這個東西 就沒什麼太大意義 這個政策就沒有意義了 是 好不好 加油了齁